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打比大赛创办于1873年 只限出色的四岁梁区参与 是马匹一生一次的荣耀 这项奖金最高的本地赛事 是多匹香港马获 展开传奇之路的起步点 锋芒以路 就是时候奔向国际 每年12月 四项不同屠情的国际一级赛同日举行 并合称为香港国际赛事 是世界上奖金最丰厚的赛马日之一 马会每年军会 广要世界各地的名区来港竞逐 同时也将赛事直播及转播到全世界 是国际体坛的知名城市 除了这一天 香港举行的国际级激斗 还有举世知名的女王杯 首届女王杯 在1975年举行 到2001年 正式升格为国际一级赛事 认证着香港赛马运动的世界性地位 而更重要的是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女王杯都可以称得上是马王的摇纳 以下的几匹香港马王 就是由打比大赛 一直称扮着女王杯 再奔向国际 翠鸿 在90年代戚册风云 他在同一年来 横扫董事杯 香港金杯 以及遮打杯三项大赛 三贯马王之称 由此而来 而他更是首批获腰竞逐 海外国际一级赛的香港赛区 奔藤 有全赛马王的美语 他继承翠河 征战海外之路 98年挑战日本安田纪念赛 成为首批在日本一级赛 上名的香港赛区 爪黄铃鱼 是首批荣登世界感标 巡回赛总冠军的香港赛区 这批世界马王更远征杜拜 勇奪杜拜司马经典赛冠军 香港这个名字 正式勿立在世界马坛顶峰 爆冷 曾连夺遮打杯及女王杯 竞赛生涯已高达8300万的累積奖金 成为香港史上赢得奖金最多的赛区 红森威龙 近年最深入民心的名区 他在一一年一气呵成 赢得香港打比大赛及女王杯 一二年更勇奪国际一级赛 香港一地錦标 威尔尔顿马坛新生代 在刚过去的一季 以压倒性姿态当选香港马王 他连夺香港打比大赛及女王杯 今季更勇奪香港杯 是香港马坛的新希望 国际级名区出于国际级大赛 香港马坛不断进步 由14至15年马季开始 有四项本地大赛 再获亚洲分级赛事委员会 批准升格为国际一级赛事 自此香港举行的国际一级赛 由六场增加到十场 本地名区将有更多机会 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手一决高下 香港马坛更吹颤的纪录 更精彩的传奇 指日可待